是我每次在KTV点歌都不敢点声这个歌 知情不足就会破音 都可以传授一些你的技巧 难怪那些KTV点歌的排行榜上会有我的歌 就是有收到这种新的歌 说我是名门的一封一封的信吧 现代人其实已经很少写信 如果有人为你愿意提起笔 去写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挺好 我以前就跟他们说 我不收礼物 然后我们只收信 我以为可能就是每个人一页 然后就打开名 有八页的 有十页的 问问都比你们写得那么仔细 写短一点 真的好长 打哈欠 我想知道男丁打哈欠是什么样 不用我打哈欠是 男丁 睡觉的情况下不电增高电 这就不用加 我说 深深你是你是在贵州贵阳 然后我说 那宫林娜老师也是贵阳 我说 你们贵州真的是水都好 就是水喝了就唱歌好 我就说 哇 我真的是把我们所有歌手的努力都否定了 去南方的工作吗 去南双的工作 最近好像看了一下 最近我没工作 他说那支笔 为什么不可以 哪支笔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下面好多人在说那支笔 那支笔 他那支笔 好多都是那支笔 哦 难道是那支 哇 到底是哪一支 我怎么不知道 对了 你们不要再去找我衣服同款了 因为每次你们发现我衣服很便宜 我都很受伤 因为嗓音特别这件事情 你有苦恼过吗 有吗 那你苦恼的时候 是怎么解决这个苦恼的 难过 我超难聊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换 因为我不知道该换什么头像 但有一天 他们就不停的跟我说 要换头像换头像 我就说行吧 我就换个头像 然后就一开始换了一个只有字的 他们就说那个字太小了 然后就放大的 然后他们又觉得那个黑白字不及 然后就换 然后他们就换了一个比较好玩 是套了塑料袋的 他们就说那样会让很多小孩子去模仿 对 很不安全 那我就又换了 就真的是做人好呢 你做什么 他们都不满意 很难去取悦粉丝宝宝们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今天有什么话 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 杀滑我 好 第一个想要问深深深迷们 什么样的言行会给你带来困扰 你们会注意搭 还卖萌 不希望迷迷们的热情 反而成为你的负担 什么样的言行会给我带来困扰 强行安利吧 对 就可能有的路人只说 诶 诶 周深唱歌真好听 一大段没错 我们周深出生于湖南 掌于贵州贵阳 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代表做大鱼海棠 大鱼 练一段 我就哇如果我是路人 我应该也会被劝倒 周深真的是个宝贝太适合听他的歌写论文了 周深的声音安宁静命让我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平和的情绪 我是觉得写论文还在听歌难怪你还在写论文 好好写论文好吗 在外面演出的我或者是大众面前就是海盗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在KTV我 I can say you hello hello 就是KTV的我 有一百个人来应援一个通告 他们永远可以喊出一万人的那种笑容 就一下去 我明明就看见可能下面都是春春春春 就是大家的粉丝 然后他们说有请周深 我又听众议文说 周深 我又在想哇 我又在想哇 哈哈哈哈 因为只是一定的生命多 因为只是一定的生命多 上次我是在做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通告嘛 然后需要去假扮 需要假扮 应该是体验员工的一天生活 在食堂我就看见大家都在吃饭 然后我就把我讲点话题跟他们聊 然后就有个人在玩iPhone X 我就过去就说饭好吃吗 他说好吃 我说食好玩吗 他说嗯 我说你不要生气 我说的是iPhone X 10 不是那个食 还是喜欢看屏幕里面的你 他让我说不理好的话 因为面对面的感觉 我被你伤得太狠了 我说食好玩 食好玩还好吃 真的是我们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普通的际遇 我是没吃过 你加油 说实话 被气的 路路长得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漂亮 每一次我去出通告 他们都问路路 你准备好了吗 然后一人站在旁边 或者是他准备好了吗 很有趣的一些短视频 他们不都是男主播去变声 变成女主播 像我每一次要求助的时候 我都不用变声 不用变声 我开语音 我没有子弹了 哈哈哈哈 就会有人问小姐姐 你要什么提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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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就是大家 哇哦 真的怎么想呢 哇哦 模仿就是 因为以前我有对比过 就是不同电信公司的那个 对不起您好的那个声音 我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声音 我和他声音模仿的特别像 如果那个就大家经常拨打那个公司的 就会很熟悉 因为他说话语气有点凶 就是普通的是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但是他有特色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try it later 哈哈哈哈 有一个人 大家可以自信的去查询一下是哪个电信公司啊 就真的真的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 你为什么笑成了这个样子 你的粉丝都已经是炸了好吗 对不对 天空对不对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我不是不是那个假装的 而且就是我还会 还有个技能就是我可以模仿被杀的猪的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模仿一下 就是有过年了嘛 大家都过年要该吃猪肉了 后来我模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你 好像包围着李女儿去了好吗 哈哈哈哈 好了 你有回答过去不想换头像吗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换哪个头像好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吧 我的微信头像 我从微信用微信的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换过 对 直到我用微信的第二年发现我用的是周比唱的头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现在我也欣然接受了 哈哈哈哈 就是蓝的话 有活动见到过打过招呼 我认识还没有到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告诉他我用他头像用了五年 哈哈哈哈 生一个问题被夸唱歌好听跟周深变帅了更喜欢哪个 这完全没有选择障碍就是周深更帅了呀 谁要唱的好听啊 要不然你以为我怎么参加深入人心 因为我的梦想一直都是当一位偶像 终于 我离我的梦想进了很大一步